嗨大家好,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機殼是T1 這個頻道兩年來組了不少的ITS機殼 從比較小巧的S1、Dang A4、垂直架構的H1、RAW S1 到M1這類顯卡直插的機殼 今天的T1是9.9升的背靠背水冷機殼 跟Dang A4 H2O一樣,但稍微小了一點 那算是把比較指標性的機殼都組過一遍了 那剩下新上市的M1 EVO跟Dang C4之後再來看看 那今天會為大家帶來13900K空能組裝 與Epic 7742高達64核心的水冷組裝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T1雖然和之前開箱的D1外觀差不多 但兩者的機構設計相差不少 首先從側板打開的方式兩者就不同 D Plus它有一個後蓋的設計 而T1是根本就沒有這個零件的 手鎖螺絲拆下頂蓋後 兩側的蓋板就會自然的打開 而D Plus它的側蓋、底蓋、頂蓋 四片都是抽拉式的 相對比較複雜 T1在安裝主機板支架式透過螺柱固定在衡量上面 而D Plus它是更加複雜的 而且還要擔心會有平行四邊形的偏移問題 個人是比較喜歡T1的簡潔設計 但D Plus還是有做得比T1好的地方 D Plus它的顯示卡支架可以從後板直接固定 而T1它是由側向整個固定在主板支架上 我在安裝好主機板之後是完全無法鬆開這顆螺絲的 後面乾脆是用束帶來固定顯卡 相比之下D Plus就是比較好拆 最後D Plus與T1在移動主機板支架的方式還是有所差別 D Plus直接給你滿滿的螺絲定位孔讓你選 而T1分成兩個部分 主框架是有0.5槽位一個孔洞 而副框架則是有兩個相距0.25槽的孔位 官方這邊只有說T1支持到1.25槽 而D Plus有一槽的模式 實際安裝後會發現其實原本T1是有留著一槽的孔位 只不過頂蓋的卡榫在一槽模式下會卡到 底座的腳墊也會卡到因此需要更換位置 如果你像我一樣大力出擊機的話 其實是可以裝上這個90mini高的SI100 但本體會有一點傾斜 那安裝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散熱測試如何 老樣子13900K Prime95燒機半小時後 整機的功耗可以撐到200W左右 頂部兩顆2000轉的T30加上去可以多撐220W 在室溫24度的環境下已經與之前裸測平台的成績相差不遠 如果你可以接受雙槽或是單槽繪圖卡的話 確實可以考慮 那為了讓這個系列有一個特別的結尾 我這次買了一張Deep ITX的主機板過來 規格是170min x 208min相對寬一點 而T1剛好可以跟電源錯開 安裝這一顆7742是一個具有64核心128執行序的處理器 應該是目前最多核心的10升電腦了 那為了幫大家消消火不要學我亂花錢 這邊先大致簡短一下介紹這張主機板 首先它是一張伺服器的主機板 其BIOS的介面非常的簡陋 玩弱而時Win98的電腦 但這裡頭也沒有任何風扇的PWM曲線可以調整 你需要降速線或是預先挑選適合的風扇轉速 此外這一台的開機速度非常的慢 我那台AM5的主機開機要42秒才可以進去Windows畫面 這台更是要65秒 等到你見到SROCK的BIOS字樣擴 其實已經30秒過去了 主機板沒有Wi-Fi網卡 USB更是只有兩個 這邊是使用USB Hub與USB無線網卡解決 如果你可以接受這些缺點的話 但這台在渲染表現上是相當強大的存在 時脈只有2.23GHz 但在R23測試中依然可以跑出53000分的成績 使用240水冷燒機也只是80幾度 此時風扇轉速更只有1500rpm 多核心分散起來 它的熱量壓起來是相當輕鬆的 也保持良好的安靜使用體驗 這台電腦在單核心的最高頻率只有3.4GHz 那實際遊戲上的差異 下次可能會做影片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往後這張Deep ITS主板如果塞了下的話 也會盡量放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畢竟興趣這種東西 開心最重要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